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正面临所谓的订阅陷阱 四分之三的人透露 在尝试取消订阅时 有过某种形式的负面经历 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还发现 百分之三的澳大利亚人 感到被迫保留他们想取消的订阅 而且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法律落后于其他国家 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想要取消的订阅 甚至在无数次尝试之后放弃尝试 事实证明这种经历比一些人想象的更为常见 一份新报告强调 百分之七十五的澳大利亚人 在尝试取消订阅时 有过某种形式的负面经历 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 虽然订阅可能只需要几秒钟 但是取消订阅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 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 在尝试取消订阅时花费的时间 比预期的要多 古普塔是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的 副首席执行官 兼数字政策总监 我们发现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 订阅陷阱正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和金钱 最终影响他们的内心瓶颈 因此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数字经济中 我们一无所有却订阅一切 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是令人遗憾 但是人们很难取消不再需要或者想要的服务 这并不奇怪 那么企业使用什么方法 让消费者难以取消订阅呢 古普塔女士解释道 我们看到公司正在使用多个复杂的屏幕 他们使用一种称为按摩式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添加到网站和应用程序中的功能 让人们很难做出自己的选择 它通常会引导他们做出对企业有利的选择 但最终并不符合消费者的最佳利益 这导致你在说我要退出的时候 无法实施你实际做出的选择 新一大学商学院的诺塔奇教授 是消费者法专家 但即使是他 也无法免受这些订阅陷阱的影响 他订阅了《经济学人》杂志一年 当时打折到半价 他说只需30秒就可以订阅 但是当诺塔奇教授去取消订阅的时候 他遇到了障碍 最后你会看到《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网页 上面写着你不能在线取消订阅 你必须在这些工作时间内打电话和某人通话 最后你接通了电话 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试图说 请不要取消订阅 你确定要取消订阅吗 也许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但是你只想取消订阅 他最终能够取消订阅 但是需要几天的时间 诺塔奇教授说 他联系了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该委员会最初回复说 他们已经提出了投诉 在一封后续电子邮件之后 该委员会指示诺塔奇教授 联系他所在州的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在给SBS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一直在倡导禁止不公平的交易行为 并于2023年向联邦政府的咨询 提交了一份意见书 呼吁引入这一禁令 他们补充说 采用订阅陷阱商业模式的企业 可能会在不公平的合同期内 违反澳大利亚消费者法 诺塔奇教授表示 现行澳大利亚法律 不允许企业订阅服务 有时采取的所谓不公平做法 现行法律禁止误导行为 或者不合理的贸易行为 这依赖于法律证明企业 利用了某人的弱点 诺塔奇教授表示 联邦财政部于2017年开始审查 澳大利亚消费者法 但有关这些订阅做法的具体变化 尚未实施 谷普塔女士同意 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保护法 存在局限性 事实上 他们的报告还发现 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 完全放弃取消订阅 继续为不需要的服务付费 他们看到监管机构能够执行的法律 例如美国或者欧盟的法律 在澳大利亚 我们有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法 但最终它保护我们的是 企业不能对我们撒谎 企业不能做出极其恶劣的事情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 可以保护我们免受中间的侵害 所以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就是漏洞所在 而现在的情况是 你可能使用同一家企业运营的 相同服务和相同平台 但是布鲁塞尔的人 比布里斯班的人 受到了更好的保护 除了呼吁政府在下次联邦选举前 引入不公平交易禁令之外 该报告还呼吁银行与企业合作 更好的保护客户 免受这些订阅策略的侵害 了解澳洲 融入澳洲 欢迎登陆sbs.com.eu 前写杠language 前写杠mandarine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Campus 水管选业 的 语损 能